我还是改天再和你过来吧,我先走了,魏英下了车,一察觉到不对劲,对兰湛说完这句话,转身就要回到车上,兰湛是坐他的汽车来的,兰湛忙握住他的一只手臂,着急地问,怎么了,我们不是说好了吗?你们一家人聚会,我这时候来,不合适。 来这里之前,魏英早知胜算无几,但他愿意为蓝湛,为自己放手一搏,可此刻他觉得,不能在蓝家人齐聚的这一天去直面蓝镜,你是我的男朋友,你爸不会承认的,而且,我们早就分手了,魏英无时无刻都在摆正自己的位置,这像是他最后的一道保护险,保护他自己不再经受当年的痛苦。 魏英胸口堵得慌,他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半前,和蓝镜在茶馆的那一天,他愿感到,这样和蓝湛并肩走进蓝镜的家,等着他的将又会是一场让他筋疲力竭的硬仗。 蓝湛和魏英将吃肩,蓝湛一家人朝他们走了过来,蓝湛笑盈盈地看着魏英,问道,这位是无限吧?经常听阿湛提起你,魏英看向蓝湛,蓝湛和蓝湛一样生的凤表龙姿, 但比蓝湛温润许多,更具亲和力。 是,蓝少校,您好,魏英礼貌地问候道,他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蓝湛,以前听蓝湛说过蓝湛的职业,便已经闲相衬。 蓝湛温声说,太客气了,无限,和阿湛一样叫我大哥就行。 好,谢谢蓝大哥。 魏英特意在大哥面前加了一个蓝字,蓝湛妻子康然接了话,他夸道, 无限,该道谢的是我和蓝湛。 听说你只当了小叶一个月的家庭老师,就让他受益肥浅,性格活泼了不少,还和他叔叔亲近了许多,真是厉害。 是啊,我和然然应该好好感谢你。 蓝湛轻轻搂上康然的肩膀,眸光柔和地看了看他,再看向魏英。 康然容貌秀丽,气质干练,他怀上了二胎,已有八个多月。 这趟蓝湛是送他回来提前休产假的。 魏英谦虚地说,蓝大哥,蓝大嫂过奖了,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,你就是魏哥哥吧。 一直在一旁默默观察着魏英的蓝叶,忽然开口问道,魏英去美国时,蓝叶不到六岁,时隔两年多,小孩子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。 魏英看向蓝叶,脸上露出一丝笑容,走过去轻易地摸了摸他的发地。 是,我是魏哥哥。 小叶长高了许多,也变得更帅了,你还记得我? 真好,蓝叶回道,当然记得了,我看到小王子就会想起你。 小王子,那只猫还在蓝湛的家里,魏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,说地一颤。 他想拿仰偷瞄蓝湛的神情,却鼓不起半点勇气来。 暗吐一口气,平复了心绪,我们快上去吧,八正等着呢? 蓝换招呼大家上楼,他特地热情地叫上魏英,无限,请吧。 好,已经到了人家家门口,魏英又不好服了蓝换的意。 他握了握拳,指甲深深掐进手心里,硬着头皮跟着大家上了楼。 蓝镜正坐在沙发上翻看报纸,他听见门铃声后,抬起了头,看着小松打开门。 蓝换等人相继走了进来,当看到走在蓝湛身后的魏英时, 他双眼微眠了一下,将手中的报纸抖得哗啦哗啦直响,边抖边说,都回来了,坐吧。 嗯,无限,你怎么也来了。 蓝湛伸手要求我魏英的手,想直言不讳地告诉蓝镜魏英,是他要与之共度一生的爱人。 没料到握了个空,魏英躲开了,他无奈地看着魏英。 这一幕,蓝镜看在眼里,他浓眉挑了又挑,母帝笑意似有若无。 紧盯着魏英等着魏英的回答,蓝湛走过去挡住蓝镜的视线,说道, 爸,我今天第一次见到无限,发现他和魏英长得很像,灵唇下那颗痴都长在一样的位置上。 蓝镜看着蓝湛,虎目寒微,铃声道,蓝湛偏袒弟弟也得有个底线,不要睁眼说瞎话,你什么时候见过魏英? 他到大院时,你已经去了部队,蓝湛眼神示意康然带着蓝叶到房间里去,然后继续睁眼说瞎话。 我在部队里看过他的照片,又不一定要见过他真人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模样,我现在就是想不起来。 在水手中看到过,要是想得起来就好了,蓝湛笑意融融,让蓝镜想发火斥责又找不到理由。 蓝镜瞪了他一眼,满不在乎的哼道,你这纯属一派胡言,他是魏英又怎样,不是魏英又怎样,这很重要吗? 不重要,蓝湛走近蓝镜,与其笃定的说,爸,无论线线是不是魏英,我都会和他在一起。 蓝镜不以为然地念了蓝湛一眼,嘴角抽了抽,不予任何回应。 蓝湛坐到蓝镜身旁,接着说,爸,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反对阿湛和吴献在一起,是担心没孙子可抱吗? 您不缺孙子,然然已经怀孕八个多月,怀的还是龙凤胎,倒是有的您忙的。 蓝镜又开始抖报纸,像在借此发泄着什么,嫌弃道,谁告诉你我缺孙子了? 蓝湛,我看你飞机开多了,说话也天马行空了,爸,我早不开飞机了,使然然开,他开战斗机。 蓝湛陪着笑脸,像倒豆子般说了一大堆,您有时间多关心关心我和然然呀,别总盯着阿湛和吴献,我会吃醋的。 对了,还有小叶,他上小学了,功课一天必一天进,你给我闭嘴,别转移话题。 蓝镜忍无可忍,喝止了蓝湾,他沉着脸将视线重新定道,始终站在一旁一声不吭的魏英身上,神情严肃地说, 无限,如果你是来告诉我,你愿意当我的义子,那今晚我们也来好好喝几杯,再下几盘起,皆大欢喜。 如果你仗着我喜欢你,而有其他什么不妥的想法,我希望你把它藏好了。 蓝镜顿了顿,又道,做人要切记一点,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我相信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 蓝镜看着蓝镜,平静地问,爸,请问您做到了吗?